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 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 大家可想而知 歡迎加入IG 每日限時都在可發問單日復盤個股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 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我是Noray 在今天的盤勢就是稍微有看到 有一些小小的開始盤整 對就是說在 嗯...前天吧 就是還在看這個 我們起貨的這個 呃...上些形態嘛 然後開始進入這個盤整 對所以說 以目前的盤勢來看的話 一些全職骨呢 有可能就會開始修行 那當然 嗯...就只是在於說 欸...這個...全職骨到底有沒有人去拉啦 那...目前的情況是在今天是 主要呢...有觀察到的是 有拉一些就是...金融股 然後... 航運其實是慢慢來拉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長龍 對長龍... 呃...在這一週也會說 然後就是他已經遇到了他一個...前面的一個大壓力 所以他感覺上... 欸...也長不太上去 然後可以看到畫面中我們講的這個台積電 對...也是壓在這個...505啦 我看這個505 然後昨天如果說你有看復盤的話 你應該知道我說什麼 就是說...欸...有些人看是看他...欸...越過了500塊 但是呢...欸...我們畫這個下山趨勢線加上這個壓力呢 欸...我的壓力是看像500和505 我們認為說... 這個地方是有可能...欸...出現一個比較較大行情的轉折 對...不過... 呃...其實我們目前...其實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在...呃... 長什麼...其實我是...一直覺得說他會有一個比較...好的回檔 那其實沒有...對...沒有 所以說我在禮拜三的時候看他...呃...上些形態...完成下跌之後 結果他是...呃...算是用這個...呃...8月的起貨去讓他看起來線圖是完成 對...有時候...欸...可能像...股票可能是用...呃...現...現增嘛 對...然後...有時候是...減支...欸...反正就是...呃...各種方法...欸...有可能就會讓這個形態看起來好像完成了 對...有時候會這樣子啊...有時候真的會這樣子 好...那...代表說...其實沒有疊多少...對...代表說沒有疊多少...啊...這個健身指數到今天都還是紅的 對...都還是紅的...那...我們主要...呃...今天的話啦...就講...8檔...欸...然後...加...台積電 聯邦克 2檔...因為...下面蠻多的...就是...這一週就慢慢的來講這樣子... 好...我們就來看這個大盤情況吧...我們看一下今天的量呢...總共有2600億...然後看一下一些均線吧...對...看一下市場上大家都在看的均線...我們來看一下吧... 這個...均線呢...目前是越過...這個...越均線嘛...就...這兩天有卡住嘛...然後呢...就往上漲...不過目前啦...你看喔...呃...假設你是看越均線的人...然後你這個天...欸...大肆去做空...結果呢...欸...又被趕上去...對...所以說...呃...我...我自己的態度都是...如果說你可以...兩個都看是最好的...不能只貪...單一看一邊可能會比較容易出錯... 然後我主要...都是比較...偏向於...看壓力...欸...壓力支撐的方式...對...那這個...其實也不難抓啦...反正目前呢...欸...在今天呢...最高是14996.24...對...稍微去碰到了...然後我們...最...呃...最大壓力...應該說市場上...應該每個人在看壓力...都是這個萬五啦...然後...我自己看的是... 一五零零零到一五...一五零...呃...這附近...反正抓到一百五十點...這邊這個範圍...都把它當作是一個壓力區...不過目前的美股...真的是...反彈的...很強勁...幾乎很多壓力都...壓不太住...呃...待會再跟大家說...那...我覺得有可能就是...呃...造成這一波...這個...逆勢上漲的一波行情...然後...呃...也帶動這個...台股啦...就是...美股現在真的是一個...轉折啦...一個轉折...那到底會反彈到哪邊... 我...我相信市場上的一些...投資的...應該都覺得說...應該不太可能會有一波...很大的反轉...我覺得啦...對...不會一波V轉這樣上去...因為一些...宏觀經濟其實...沒有到特別好...然後...通膨其實真的還是蠻嚴重的...然後看一下這個...這個...期貨吧...期貨今天...其實就發一張圖嘛...就是...呃...昨天夜盤的時候是有到達...這個...148...多少...8...5...最高是148...55...然後...今天發張圖... 就是說...呃...在哪個位置就是...哪個位置是支撐...哪個位置是壓力...然後...其實在之前...前面的時候...也有找...這個...148...36的位置...不過在前面這個位置呢...一...一瞬間就被突破了...對...應該說...開盤的時候直接跳空開過去啦...對...跳空開...在這個...呃...7月20...20號...就是...禮拜三的時候...直接跳過去...然後...有向下回測...最低到...148...38...之後...直接越過去...然後...之後...又重摔下來...因為...禮拜三的行情嘛...那...剛好...這一個位置...也...符合這個...上些形態... 欸...走一段...這樣下跌一段...對...走一段下跌一段...那...目前的...呃...走勢吼...我認為他還是...呃...維持在一個多頭吧...維持在一個多頭...不過...呃...目前比較主...比較...值得注意的...就是說...他如果說...這邊比較...弱勢一點...再向下...回測...如果說...跌破了14550的話...有可能...這邊就開始...整體喔...我說...整體的大盤...有可能開始轉落...因為...我們都知道是...底嘛...底底高...欸... 這是一個技術形態...蠻基本的...底底高...代表說...欸...很強勢嘛...然後呢...這邊有經過...也是回測...他回測的位置...就是他...之前的...前低一點嘛...這波高點之後...欸...殺下來...然後...欸...這波高點...殺下來...反彈的高點...然後...回到...這個區域...然後...再次做反彈...這邊反彈呢...如果說...拉拉拉拉拉拉...然後...能夠過...前面這個位置的話...那...當然他的多頭...就會持續延續...那...如果說...他又向下...回來...測這個位置...當然...沒什麼關係...只是在於說... 他從那邊跌下來大概200點嘛...那200點一定有一些...個股...或一些全資股...會被出貨...那...出到這邊的時候...要看他守不守得住...如果我們沒有辦法的話...有可能...這邊這個多頭...就真的...已經成形了...對...這邊這個多頭...有可能就已經成形了...然後...就向下會去反轉...對...不過...呃...還沒到之前...都是...把這個地方當作支撐就好了...因為有可能...欸...跌下來...反彈...跌下來...反彈...反彈更高...對不對...這也是有可能...這邊是...你把它當作是一個...盤整的區域... 對...你把它當作是一個盤整的區域...目前這樣看待...就是說...欸...這邊是壓力嘛...然後這邊支撐...對...這邊壓力...這邊支撐...這樣去看待就好了...對...有可能慢慢的...慢慢的盤整...欸...又過前高...對不對...這都是有機會啦...那...目前...呃...他整體呢...像今天拉到這個位置...他整個下跌段...只是說...呃...我去做空...我說...我只期貨啦...我去做空...會比...做多...還要...容易...就是說...他勝率會比較偏高一點啦...對...那我們就要來...回來看...期貨的這個...呃... 日線圖嘛...日線圖...主要壓...應該還是...萬五左右啦...萬五左右...那...之前前一波最高是到...14907...所以說...他大概...上去應該還有100...100點的漲幅啦...對...然後...100點的話...去對應著...我們的加權指數的話...大概就是...真的有可能碰到...15...150...這個附近啦...對...15...150...這個附近...應該是沒什麼問題...應該說...從這個位置...再上來...250點的話...對...那...差不多可能會到達這邊...或是甚至過去這邊...然後...最後...回疊... 所以說...加權指數先到啦...因為我們有這個轉差的效應嘛...那...貴滿...貴滿今天呢...欸...在高位收了一根...十字線...然後...欸...量是有稍微的...出來一點...對...只是代表說...有可能在今天呢...這些中小型的個股...有可能在今天開始有一些...出貨的一種...一種...感覺啦...這些長得比較高的...那當然一些比較低檔的或許...還是有機會成為下一波拉抬的對象...不過呢...一些可能長得比較多的... 有可能...開始...在...從今天開始就...做...回檔...對...可能下週開始就...開始...開始做回檔...可能下週一就開始往下跌...也說不定...只是要小心注意啦...因為有看到亮嘛...亮出來了...然後...在高位收一根...十字線...那...不是說...特別好...這個...這一根...這個...K棒不是特別好...因為就...你就想像嘛...拉上去...然後...被打下來...然後...回到平盤...對啊...直接...多空的...博弈...那...這個...多跟空...欸...這個感覺...空方比較強勁嘛...因為他上去...結果被打下來... 好...我們就來看...納斯達克目前的情況吧...納斯達克呢...在...昨天說...這個位置...是他的壓力...欸...結果呢...他...還是...突破過去了...對...這邊這個位置...我們看一下喔...這邊位置呢...欸...結果還是...突破上去...那...目前...我不確定說...呃...他這一根...4個小時的線...看起來...也沒有說...到一個...很特別的...反轉的...跡象啦...對...沒有到一個...很特別的...反轉跡...然後...昨天...也稍微...提醒一下...就是...他...目前...還是...維持在一個...多頭...怎麼說... 我們就大概說嘛...就是說...欸...底嘛...底底高嘛...他每次回檔...欸...又高...回檔...啊...又高...回檔...回檔...那...這邊是有稍微穿下來...就是昨天晚上開盤附近的時候...穿下來...那...不知道那時候是不是...呃...這個...什麼...拜登確診...然後故意殺下來...還是怎樣...反正是一些消息吧...啊...反正...一樣耶...不過...呃...不過...這邊也沒有形成一個...什麼...破底翻...完全沒有破底...也沒有向下最低一點...去撤...然後呢...持續的往上走...然後...最...最終去進攻...大概這個位置之後... 回檔...休息...所以...目前呢...他還是...維持在一個...蠻多頭的...一個...情緒裡面...對...有可能...順應著...這個...黃色的...上升趨勢...那...當然...昨天那個...上升趨勢呢...我們畫的位置是...那邊...對...畫的位置是...畫在這個位置嘛...我就說...欸...這個地方...如果...跌破...有機會下去...不過...一樣嘛...他...就是...怎樣...我就說...他...有可能...看這邊...有...看...看這個...這個...為...第二個...點...然後...這個地方...欸...又是...有可能...形成第二個...點...然後...畫上去...所以...目前呢...欸...又...只能在延伸過來...看...因為... 其實...老實說...他...目前的...多頭...的...情緒...還是蠻強勁...除非...他...能夠在...這個位置...吧...去...跌破下去...這個位置如果...跌破下去的話...應該是...蠻有機會...不過...如果...跌破下去...又...形成一個...破敵犯的話...你就會...大家去想像一下嘛...這邊呢...做進場...全部都被套了啦...然後...這邊...跌破...再來一個...破敵犯...就...有可能...真的會...往上進攻...所以...目前...其實...還是...屬於一個...蠻多頭...除非說...他...向下回撤...到...前面這邊的...低點...對... 我們常常說...欸...這邊...還是一樣看支撐啦...還是一樣看說...喔...有可能...就是...高檔的...回檔...然後...去...測...測試...之後...又往上走...就...很像...我們剛剛講的...起貨的...男主...好...看一下這個...我們的...這個...美元指數吧...美元指數呢...就是...呃...目前呢...還是...維持在一個...多頭...情緒嘛...就是...他...幾乎不來...碰...這個...黃色的...三生趨勢線...這個...三生趨勢線的...底部呢...是...從...我們...大概...5月30號...這邊...一路...劃上來...對...然後...這邊...糾結...糾結...糾結...很久...主要...壓力...應該...就...看一下...這邊...這一條...就 欸...這邊這一條...那...這邊可能...可以把它刪掉...不看應該也沒什麼關係啦...主要看...他...如果說...有上來這個位置...然後...往下去跌的話...可能就是...滿足了他的壓力...然後...再往下跌...那...看這個地方...守不守住啦...或是說...這邊直接暴跌...對...反正...就是...目前...還是...維持在一個...美元強...然後...台幣如果...一個...一個...走勢...就是...外資的資金...可能...不會那麼快...回流回來...好啦...我們就...來...看...這個...個股吧...等一下...講一下台積電... 台積電...目前...的...情況啦...對...他今天...是...沒有...量...欸...今天...是...沒有...量...然後...在...這個...大概...500出...這個位置...做...這個...盤整啦...對...所以...我認為說...他壓力...還是有...對...壓力...還是有...但...他可能...看起來...好像...有點...小小的...突破...這個...呃...下降...屈指線...不過...他...不過...這一個...平頸線的位置...呢...我...都把它...當作...他是...壓力...偏重...的...壓力...偏重...除非說...他...可以突破...505...然後...收盤...對...要...收盤... 然後...收盤...那...我才會覺得說...喔...有...可能...然後...並且...量能...我就要...出來啦...量要...出來...那...今天...可能...就是...卡在這邊...開嘛...開在505...然後...收...最低...好到...5...把他...收在...503...對...反正...就是...沒...什麼...政府...喔...我...依然...看...他...壓住...大盤的...力道...應該...還是...蠻...強勁的...如果...大盤...真的...沒...什麼...東西...可以...全職股...可以拉的話...那...可能...就...真的...卡在那邊了...好...看一下...聯發科吧...聯發科...其實...也是...呃...如果...你在昨天...做...進場...在...尾盤...做...進場...欸...基本上...今天... 又是...稍微被出貨了...那...當然...你說...他...整體...已經開始轉弱了嘛...其實...看起來...也...還沒有啦...啊...看起來...也...還沒有啦...就是說...他...還是...有機會...往上拉...應該...多頭...趨勢...是...還蠻...強勁的...然後...呢...對...然後...他...也...沒有在一個...所謂的...高檔...包一個...大量...嘛...如果...說...今天...是...爆炸的...大量...然後...爆在這個...位置...的話...那...我...可能...覺得說...喔...應該...真的...被...出貨...過...沒有...嘛...沒有...這樣的...情況...去...發生...所以...說...呃...目前...還是...不...一直在...多頭...對...就...看...他...有沒有...機會...拉到...750 這邊...就是一個...有可能...是一個...壓...壓力蠻大的位置啦...他...當然...他...後背...其實...只是...壓在這個...728...就...上不去...欸...725...這邊...上不去...也是...有可能啦...不過...我...會...看一下...高一點的位置啦...因為...之前...曾經...有跌下來嘛...這個...4月...7號...的時候...他...最低...有到...725...對...我也不知道...今天...是不是...真的是...壓在這邊...不過...我...最高...最高...壓力...會...看一下...這個位置...對...750左右...然後...還...要...尾旋墊吧...尾旋墊...其實...也...沒...什麼...特別的...因為...呃...如果說...你是...用...均線... 今天操作的話...或許...拉...真的...有機會去...賺到...他...往上去...爬...欸...往上去...爬...那...當然...如果說...你每一次...對...你要思考的是...你每一次...都可以用這個...五日君...然後...十日君...等待...什麼...什麼...糾結...啊...糾結...喔...然後...這個...什麼...五日君...十日君...然後...玉菌線...糾結...往上噴...那...如果說...你每一次...都可以這樣操作的話...那...你...當然...就...持續的...沿用下去啦...那...不過...我...目前...整體的...我...還是...比較...呃...看待說...欸... 就是...他有...回測到...這個...54.5...到55.5...這邊...這個範圍...那我們...再去做考慮...那...可以看到說...呃...蠻多...其實...在突破壓力的位置的時候...有一個...比較明顯的量...那...你可以稍微去判斷一下...喔...這個地方...可能...就...真的是...壓力...對...我們可以稍微再去...做...判斷...然後...他的...低點...最低點...是...56...所以...你也可以考慮說...欸...56...附近...你就可以開始...布局...對...那...你可能...也不用...布到...什麼...54.5...反正...你就是...56...附近...坐進場...然後...向下...去...射...停...唇...然後...向上...向上...去... 射...停...力...喔...目前想法...這樣...就...沒什麼...特別好說...當然...如果說...你可以...你會覺得說...啊...我...這...這個地方...怎麼會看壓力呢...這邊...明明就往上突破...啊...我這邊...幹嘛不買...對...你也可以這樣想...對...你可以這樣想...但是...就是...呃...不要去追高就好啦...真的...不要去追高就好啦...我覺得...你這樣的想法...都...可以啦...都...可以啦...對...因為...其實...如果這樣的想法呢...你...運用在哪邊...我們...我們稍微來講一下...好...我們稍微來講一下...是...特別...講一下... 好...假設...我們看一下這個位置...吼...五日君切出來嘛...好...十日君切出來...再來的話...什麼...月經線...吹出來...好...那...首先呢...我們是...看不到哪一段...我們看...先看不到右邊這一段...呃...噴起來的位置...我們看的位置是什麼...看像這個...五月...那時候...欸...五月中旬嘛...欸...這一檔其實...比較早跌啦...所以說...他到五月...對...也是大盤在五月十二十三這邊...來到底部的時候...他也是...瞬音到...底部...然後...開始...反彈...然後呢...你會跟他說...欸...這個...軍線糾結的位置... 這個位置可以坐進場...好...那...假設好了...你在這邊坐進場...好...你在五月三十二...坐進場...然後呢...你在...這個...最高點位置...多少...71.7的位置...沒有賣出...對...假設這邊坐進場...你已經算好了...吧...那...有些人可能...搞不好...他會買在這個...五日軍線...糾結...噴出去的那一根...好...你就買在大概...70...70.5左右...好...70.5左右...然後呢...你...最高最高...你只能賺到...71.7...對...所以...大家去思考的是...如果說...你用的方式...每一個位置...都可以去... 去使用的話...那當然OK...你也知道怎麼用...你也知道說...這個方法...不一定百分之百升級...因為沒有這個...股市聖杯嘛...對...所以說...當下...張子的區段...我會選擇...這樣...我會選擇...做空...對...我不會選擇...欸...均線...噴出去的時候...做多...對...均線噴出去的時候...做多...對...均線噴出去的時候...做多...那...當然...你現在...用在現在...此時此刻...對不對...你現在...用此時此刻...欸...均線噴出去...喔...這一根...做多...喔...後面真的還在漲...對不對...所以說...呃...並不是說...每一個方法...都... 適合...對...都適合...呃...每一個...局勢啦...但是...欸...我就看壓力...看得比較重啦...也...也...也有可能...就是說...呃...在均線糾結...呃...糾結這一塊的時候...你就坐進場...或者說...這邊坐進場...然後你就說...啊...我在胡說啦...我明明就從這邊...撞到這一段...你怎麼...當下...我判到這邊的時候...我會鎖著空...那...你去思考一下...前面這個位置吧...呃...你有辦法在前面這個位置...買進去嗎...對啊...如果說...你買進去...然後...你...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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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邊...你就算...每天...加碼...好...你在這邊...沒有...中度...加碼...的話...你...基本上...還是...回不到 到你的成本...對...所以說...每一個方法...都有每一個方法的...使用的...呃...好處跟壞處啦...啊...我自己就是看...支撐壓力...所以說...特別跟大家來講一下...我怕...有人覺得說...啊...喔...我講的都是...不太準確啊...或是說...欸...明明就是可以拉出去一段了...然後...明明就是...這邊應該先買...那...怎麼會說...欸...他...上去之後...你要買這50幾塊...我在50塊買多好...什麼之類的...對啊...當然...都可以啦...如果你選擇的話...看自己怎麼做選擇...那...當初...假設你這邊...這個區塊做單的話... 欸...你買在這個...對不對...你買在這邊這個位置...有什麼意義嘛...對...因為之前...這邊其實...沒什麼利潤啦...所以才會說...我覺得整體還是偏空...因為我沒想到大盤可以...反彈...這麼強勁...然後...順應著...呃...每股一直往上彈...好啦...就看下一檔吧...講的有點多齁...好...看一下立即...立即這檔呢...就...央...主要的一些...支撐壓力...大概...大致上去花好...然後...這邊這一塊...是還蠻明顯的...就...我這邊...很多這個...箭頭放的位置...大概就是在...170...170...所以說...這一檔...啊... 就是說...如果...他一樣...可以像這邊這個地方...欸...140...看到很多根嘛...1...2...3...4...5...好...這一塊有算計6...欸...6天的K棒...都來碰140...並且...都沒過去...那這邊是有一個實質...蠻大的壓力...我認為...是...所以說...你要去判斷的是...假設這邊回檔...好...我們講的回檔呢...不要說...欸...他突破到...很高很高...然後...再次回檔...有可能...當下的行情...就直接轉折...就跌破去...當然...都說不定...都說不定... 你...你可能價格...欸...到了...欸...140...然後我就做進場...然後呢...欸...都是有機會拉到這邊來嘛...那你是從140...然後...抓到170...去...計算一下...這邊整體的利潤到底...有多少...好...我們說到170...之後...因為我們整體壓力是說...170...到...178...這邊...我們這邊做上去...欸...有2...大概21%左右...那這樣的...呃...這個...21%...你覺得好不好...那你覺得好的話...那就做進場...那你覺得不好...對不對...你就不好...那就不要做進場...對...那...也可以怎樣...你這個...假設我們在...在140...做進場...然後呢... 欸...我用這個...大概6%...7%的停損...假設我算這一根的低點...我就走...130塊...我就走...對...那...我用6%呢...去賺...21%...好不好...對...如果說你覺得好...對不對...這個整體的隱歸比...大概是...呃...1...比...3.5左右吧...對...1...比3.5左右...一覺得好...那就在140...左進場...好...我想法就比較簡單...目前就是...看哪個仙道拉...壓力仙道就空...然後...支撐仙道...嗯...那就做多...對...那一樣就是...有可能壓力會... 拉到這個區塊是會偏重一點...可能勝率高一點啦...我覺得可能勝率高一點...因為...目前大盤也達到一個相對應的壓力的嘛...然後呢...欸...這邊有一個季線去壓...壓盤的...一個效應應該...有可能會延續...好啦...那...東哥有一天...啊...這一場就是我講的不太準...因為...那時候有做過分析...我畫這張圖呢...也...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懂...反正就是抓一些轉折點...然後把這些線呢...都把它給...呃...刪掉...然後你可以發現說...欸...我抓的點是...抓到哪邊...我抓的點主要是抓...這邊的這個... 呃...兩個高點...再來呢...這邊呢...兩個高點...所以...當下我是在這根判斷...我是說...欸...這個地方如果說可以收盤突破...那這邊可以做進場...所以說...理論上的話...假設...如果說真的是...我有做進場的話...我應該會在這根做進場...不過呢...欸...隔一天可能就下去了...那今天可能...應該就是...理論上會停損啦...如果是我做進場的話...應該是理論上會做停損...那你可以說...欸...這筆操作怎麼...那麼死吧...對...也可以...但是你要去思考是...我...欸...我至少沒有...呃...傻傻... 我們想要追到這個...什麼...214啊...或是217...欸...我的平均成本是在205...那搞不好我昨天就做停損了...對...搞不好我做...做停損...因為我大概...大部分的...多方啦...尤其是這種...欸...長得高一點...我可能都會設大概...3%左右...對...那...當然...其實7月18號那天...我好像可以判斷一下召嘛...好像是用隔日召...呃...比較多券商是隔日召啦...所以說...當下我判斷說...我覺得他沒辦法過...沒辦法過這個...位置...然後...在7月19號...欸... 這個盤是很好...大家又...又上車了...然後就被洗下去了...對...所以說...你是可以去判斷一下...雖然說不能...不能說每一次...轉折...我就抓得到...每一次的轉折...我都能夠轉折...至少我看得懂...欸...有可能現在就是...已經轉成空頭了...像今天就是一個...可能真的啦...昨天可能凹單一下啦...可能凹...原本設三八可能凹到5%啦...好啦...今天的收盤就...肯定就是要出場啦...如果是...如果說是我的話啦...對...如果說...喂...我昨天稍微沒有造紀律...我覺得...欸...大盤還在...那個... 轉...欸...他還在這個...往上漲...然後呢...欸...今天我才把他給...這個...停...停損...那也OK...至少...我有個方向...我不會說...啊...我去一直去等...等...等到...還跌到...165...搞不好這邊...又是一個...做多的機會...但是你...錯失了...對不對...你的...這個...成本呢...你做多的成本...就...套在這個...210多少...應該是在這一個...主要...應該是只剩在這一個...主要...對...那其實當下...我...我覺得我自己...沒有判斷錯誤啦...我們稍微看一下啦...我們稍微看一下啦... 嗯...就是...看一下那一天吧...這一天呢...看一下哪一天...好...這一天...就是在7月19號嘛...這一天...7月18號晚上的時候復盤...然後7月19號呢...欸...我說感覺他不會過嘛...我覺得...我覺得他感覺不會過...然後我們就仔細來看一下這一天...到底是怎樣的情況...好...那...首先呢...215這邊是...慢慢的走上去...對...這邊是慢慢的走上去...欸... 慢慢的拉...好...拉上去...拉到這個位階的時候...對...然後突然...欸...過了205...欸...過了205...206...欸...突然就往上一噴...對...這個白色的線是205...然後往上噴...然後經過了...震盪整理之後...往下回測...有沒有回測這個位置...對...有回測成功...代表說...這邊...就是...支撐...欸...這個是...壓力轉為支撐的一個...位置...對...有沒有...有沒有轉折...有沒有...轉折了...對...所以說...呃... 要怎麼去判斷...當然我這只是舉個例啦...就舉個...舉個例...就是說...你要怎麼去判斷...你可以...你可以用隔天的行情...或是說...欸...之後的行情...你今天先抓嘛...然後你去觀察說...欸...這個位置到底是不是一個支撐壓力的位置...看你自己抓得怎麼準...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判斷...就是說...欸...這個阻力...欸...這些大戶...到底是不是這樣看...也是...沒錯...那目前這一檔...我認為他轉弱了啦...他轉弱了...就是...就算我自己做進場...也...應該也是會阻操啦...在昨天...照機率就昨天...然後不照機率可能就是今天了啦... 對...我沒有那麼...那麼...那麼喜歡凹單...就是...呃...行情一變...欸...真的要走啦...真的要走...好啦...目前的情況是...有可能拉...掉回165...那165會不會撐...其實老實說...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會不會撐...那當然你覺得會撐的話...當然在第一時間做進場...有可能會進行一波小反彈...對...那目前的看法是這樣...好...看一下這個...先進光...我先進光...昨天...好像有觀眾問的吧...就是在這個IG上面問...然後呢...今天進入這個... 這個...分盤交易...對...那...我想說的是...因為其實...老實說我不會撐進場啦...因為沒有...因為我分...我分析了這個兩次...兩次呢...我就說...這個位置...我可能就真的會等待這個大概...下面這條線啦...68塊這個位置...才會撐進場啦...只是...做多的D檔...回來嘛...然後做...那如果...做空的話...可能會考慮...上面去...空啦...當然...呃...這個價格範圍有點廣...因為...前面他做的形態是...上些形態...所以...他沒有一個...看似很標準的... 這個...壓力...和...和支撐的感覺...那支撐有啦...就支撐這邊有...有經過一些回撤...對...所以說...做多方呢...我是...肯定是...不會在這邊做啦...然後我們稍微...一樣啦...我們來看一下...整體的規劃應該怎樣...好...看一下喔...我們...這個...抓到這1分K呢...最主要是...我們看...最集中的那根量在哪裡...最集中的量在哪裡...好...看一下最集中的量...主要集中在哪裡...但有時候...他...整體呢...難掛的範圍...很大...很大...對...所以是不好判斷...好...看一下... 這個是7月19號...這個...1.3...29分...最後一盤...對...是...76.1...好...76.1...好...我們...抓76.1...那再來呢...隔一根...我們看一下喔...隔一根是...1000張...主要集中...ㄟ...開盤開在76...然後呢...最高收盤...是說在77.8...好...那我們先記好...喔...77.8...在最上面嘛...好...77.8...然後...剛剛說大概在這個位置...好...那...你們一樣嘛...抓到之後呢...ㄟ...經過後呢... 後面的回撤...你看到說...ㄟ...有嗎...這條線有嗎...76...有撐嗎...ㄟ...看起來是...還是有...多多少少...好像有一點...但是好像有一些...被...這個...線...穿來穿去的感覺...所以說...他可能...不是說...一個...很穩的支撐...那...當然...你判斷下去之後...發現說...ㄟ...感覺好像不能...拿...抓76...但是...是一個支撐...好...那...再來...下去...繼續看喔...繼續看...看這個...1000多張...也是在...ㄟ...7月20號的...1.29分...最高最高是...77...然後...再來呢...ㄟ...這邊這個區塊...ㄟ...這邊這個區塊...ㄟ...這邊這個區塊... 最高點是多少...最高點是...77.3...是在...7月21...就是...昨天的...最後一盤...1.29分...77.3...那我們是...大概抓了...ㄟ...這是...70塊嘛...我們剛剛說...大概...70...77.1...然後...抓到...77.8...這邊...是不是...所形成的...都是在...最後一盤嘛...ㄟ...最後一盤...ㄟ...最後一盤...這個是...開盤的時候...開盤的時候...所以說...主要...集中...ㄟ...有人...一些...比較大量...都是在集中...77.1...到77.8...所以...這邊...形成...壓力... 壓力...應該是...還蠻理所貪婪的啦...對...還蠻理所貪婪的啦...那當然...這邊位置要去空嘛...當然...可以...但...就只能...我...我...我自己認為是進行短空啦...然後...目前是處置...呃...這個股票嘛...分盤交易...所以就...我覺得...就...蠻有機會...會向下去...反轉的啦...我覺得啦...那...整體的情況...其實...我也沒有到...非常非常的了解...因為這邊拉的...太急...又太快...所以...基本上...我只能告訴大家說...呃...主力的成本... 肯定在下面啦...啊...主力的成本肯定在下面啦...要...要嘛的話...在這一根嘛...對...這一根...啊...要嘛的話...這一根的話...應該...也是有可能...有可能這一根...但...有可能這一根...7月19號...它就是一個...轉折點了...這是一個出貨轉折點...為什麼會這樣說...因為7月20...21...喔...算這兩天...它都沒有進入分盤交易...不過它漲不上去...那...7月22進入分盤交易的時候...也是卡在這邊...那...有可能主力就真的那幾個...然後...這邊洗一洗...就下去...所以...這一波呢... 這個...我認為...看這邊的...位置...應該還...可以...就看這邊的位置...大概...70塊左右吧...那...這邊其實有...不要一個量啦...哈...所以說整體呢...我說真的...我真的...不太會判斷...那...可以看到這邊的高點啦...6月9號...這邊...有一個高點...如果要70塊...所以...整體的...做多方呢...有可能70塊...有手啦...有可能...只是說有可能...但...我也不是那麼確定啦...對...我不是那麼...我會等待大概...60...68塊...這邊的位置... 還要把他放進去...喔...這檔...很妙啦...這檔...很妙啦...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做多...那時候...這邊有人...要我介紹...不是...不是介紹...分析啦...然後...後面...欸...空...下來嘛...然後...欸...到...那時候說...欸...最好接的位置...就是在...大概...是落在這邊...這條線嘛...我們現在把他畫過來了...欸...是不是有match到...然後...上升曲線...對...所以說...呃...如果說你...稍微...判讀一點...懂一點啦...這是這個...支撐壓力的話...你...至少...不會買在最高點啦... 那...你就算好了...你買在這邊的話...你可能下降去抓個幾%...然後...停損掉...對...這樣...不是...也是很好操作嘛...所以...目前這檔就是...呃...我覺得他經過也是回撤...然後...今天...往下...你就看這個地方...守不守住嘛...對...你就看這個...143...這個...附近...守不守住...好...我們還有...三檔...我以為我講...快完了...好...那...講一下...系統電...系統電今天有上去...然後...會被打下來...所以說...基本上...壓力呢...那一塊還是在啦...所以說...呃...這個位置... 這個...這一根...又是一個機會交易...就是說...如果說你是右側交易的人...當然...你有辦法像...剛剛那個...我們看一下這個吧...先進光...對...你是右側交易的人...然後...右側嘛...然後...坐進場...欸...買...然後...假設我啦...我可能看...欸...右側嘛...我看得懂...這個...壓力啊...壓力過了...我就買...那最後...欸...有可能真的...漲...到了這邊...大概10%左右吧...喔...可能...漲得還不錯...10%...欸...大概...快20%啦...那...但是呢...如果說...系統電你是看...欸...他突破這邊的壓力啦...買...欸...就會被打下來...對不對... 所以說...呃...有兩樣型啦...你第一的就是要說...你...這個追突破的行為呢...是...一個高風險...所以...他回檔的時候...你就要做出場...對...這是我自己的...觀念啦...啊...就是...提供給大家...目前呢...他...又...持續的被壓在這個底下...那...我不確定說...他今天的量到底是...試真試假...目前看不到蟲嘛...有可能用當充洗張去...招攀嘛...有時候...9點到10點...欸...這個時間...雖然說是9點到9點半...這一段時間...其實就蠻多當充會上去... 有可能這邊洗上去...慢慢的...慢慢的...出...貨...然後你傻傻的覺得說...欸...這地方感覺看起來有點支撐耶...好...買...結果咧...隔天往下跌...這是有可能發生的情況喔...所以說...目前...我覺得...他應該是...有點危險...他在利息...利息這個觀眾跟我說...欸...如果說...那個...收盤收在...24塊以上...他就做進場...對不對...這個就是...呃...我們...我啦...我會去做進場的位置啦...就是說...突破嘛...回側...來做進場... 像...這根突破嘛...7月20要突破...那...7月21...對...不管3期21...對不對...不管3期21...然後在24塊的時候...欸...就是附近做進場...那今天...假設有拉上去...有...有賣掉的話...基本上都還是賺錢...不過賺不多啦...賺不多啦...可能就是賺個...呃...2-3%這樣子...對不對...2-3%這樣子...那一樣...目前守住...所以...就...持續看下去吧...也不確定他會不會往上拉...對...不確定他會不會往上拉...那也有可能往下跌...所以...呃...如果說你... 很不想...很不想虧錢的話...當然就是說...他有拉一點...拉個...3%之類的...2-3%你就先...部分停地...然後呢...往下抓...也抓個2-3%...就是說...這一筆單...好...假設我...我...我...我買了兩張...一張...2-3%的時候...我賣掉...喔...你就賺了500塊...假設啦...你就賺了500塊...然後呢...向下...我...買了24塊嘛...向下去抓...這個...500塊的範圍...或是說你不要抓那麼高啦...你可能賣3%...然後...你抓...停存...抓2%...對...因為他家...算一些什麼手續費的問題嘛... 所以整筆呢...欸...賺的話...有可能就先保底...對不對...賺的話有可能會爆賺嘛...然後...一個方式就是...兩張都往上噴...然後另外...另外...第二種方式就是說...欸...一張賣掉...另外一張光望...那當然...都有可能被打到停損...那如果說你留一張的人...欸...後面噴上去...你不會覺得說...啊...好可惜喔...那時候...當初找到不要兩張賣掉...這樣子...對...然後...當...你要想的是...欸...當初還好有留一張...然後...第三種情況就是...怎樣... 你賣掉一張之後...然後第二張直接停損...然後最終呢...欸...你這筆蛋就是...不虧...也...呃...不賺...欸...那個就是一個...自己去思考一個...一個方式啦...每一種方式都有自己...可以去調整...那...就是...有看在你自己心中所設定的一個價格...對啊...好...然後...然後...這個...加燈...加燈的話...就是一樣嘛...那時候...就是...突破...這邊的這個...這個...205左右啦...對...然後...目前看的位置是首在205左右...那當然...在...這天的時候也是...這...這檔是那個... 那個...我們的那個...惠宇影片...這天也是有做件事啦...那這天...如果我買到的話...今天上去...呃...今天上去...如果...先...部分指引...就是...像我剛剛講的方式...先打一個保底嘛...你長上去3%我先賣...然後...向下去...也是抓個2-3%的停損...對...多方我目前的話...還是抓的...停損...抓的比較...緊一點...怕如果...行情突然來個大轉折...又直接往下灌破...對...這個情況都有可能發生啦...那當然...也有可能我被洗出場...不過都是我自己個人的想法啦...對啊...所以說...欸...如果說你今天也是張超多麼... 假設我昨天買到了嘛...因為我們...今天介紹嘛...啊...昨天買到了...那今天先...出掉...一點...或是一半...好...出掉一半...然後...後面剩下一半就...射好停損...然後...停力就設在最高...或是說停力設在這個...這個...下站趨勢線這個附近...對不對...就是慢慢賣嘛...慢慢賣...對...都可以啦...對...是我自己的...想法...好...那這個...呃...算是10檔啦...就講個幾道到這邊吧...那...一樣...喜歡我的影片呢...就幫我點個讚...就幫我訂閱起來...謝謝大家...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請訂閱及分享...再次感謝大家...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第一集合 covering...如果大家看請